近期脸书上大陆诈骗的网络店家猖獗 都受冒充台湾生产的农产品或名声用品 一页式的网站内充斥着打着台湾名号 并不择手段瞎编各类行销的内容 例如谎称离山玫瑰礼因大雨滞销 为了不让损失惨重的台湾农友血本无归 搭配果农求助的图纹义卖离果梅干 但事实是台湾离山玫瑰礼本来就产量少 在市场上还是供不应求限裁都来不及 想吃到已属不易了哪还有机会晒成干 但这类诈骗案例却一天比一天还多啊 我们坚信台湾人民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把台湾民主实践发展更新 谢谢大家 既然台湾农民受灾的故事是假的 那图纹并茂的照片或影片又哪来的呢 对于诈骗集团到处乱到图再简单不过 管它是倒置台湾或根本就是中国的影像 搭配山情的文字诉求就能骗进海内外 只能说台湾生产的良好品质举世闻名 才会被大陆诈骗集团当作恋财的替身 举凡梨山茶 水蜜桃 蜜苹果 高丽菜 五花果 屏东巧克力 甚至营养师 原来加上台湾营养师保证农产品的营养 这些号称台湾农产品的光环更增信任啦 然而若大陆诈骗集团只骗自家人就算了 连台湾网路也铺天盖地的深入触角 让被诓骗的台湾民众当一收获看傻眼时 有消费者便误解以为是本土产品的问题 甚至联络当初从网路宣传看到的产地 不满的表达对手里是大陆假货的不满 也造成带给用心耕耘的台农们的伤害 大陆照片这一套可真是占尽各种便宜 当然台湾民众也不愿自己购买的初衷 当不幸变成损失一笔小财的倒霉士 还牵连在地为台湾生产努力的同胞身上 大家除了提高戒心多判断资讯争位 也来检举大陆无良集团多多保护台农哦